《祢是神》 《祢是神》 命福及此地圣神致命 我们的天父 愿祢的名受信仰 愿祢的国来因 愿祢的知义后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祢即天上给我们流河食粮 求祢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鲜余有光 祝我们灭于凶恶 阿们 玛利亚尽叫自由 为我生气 因不及此地圣神致命阿们 OK 我们先看那个规定 关于那个领洗的代父母 尽可能给予要领洗的人 一位代父或代母 代父母职务是对要领洗的成年人 协助他开始基督徒生活 对要领洗的婴孩 则应与其父母们一同 带领婴孩去领洗 与领洗后协助他度相乘的基督徒生活 并忠实履行有关的义务 所以这个主要的代父母的任务就是带领 所以如果我是代父母 陪伴带领那个姚丁洗的人 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子 所以呢我们说呢 好 我们小心我们怎么选代父母 然后呢我们有一个传统 颠助着的国家 相当节如果我是代母 我是代父 我应该特别给我的代师 不要忘记给他相当礼物 不要忘记他的灵性的日子 不要忘记他的生日 不要忘记相当节也给他离物 所以小时你不会忘记 你是他的代母代父 是这样喔 因为有的是忘记的 然后八七三 只请一位代父或一位代母 但也可同时请代父代母 所以可以两个 但是现在我们的习惯是一个而已 但是比方说我有两个 我领洗的时候两个 我领见证的时候 我有另外两个 有大夫跟代母 好像我们概念就是 你结婚的时候有见证人 两个 所以领洗也可以两个 也可以一个 但是这边我们的习惯一个就可以了 有领洗人或其父母或父母的代理人 如果这些皆缺少时 则由唐区主任或思习人指定为代父母 而且代父母本人应有此能力 并有意尽职务 第二 年满十六岁 但教区主教另有规定 或因正当的理由 唐区主任或思习人认可其他年岁者不在此限 然后呢 是天主教信徒 且以领监政和圣体圣事 并具有相胜于此职务的信仰生活 最后呢 这个呢就是那个 第十 平常我们没有这样的事 然后呢第五 不是领洗人的父亲或母亲 当然啊 所以我们看一下 就是代父母有这样的requirement 第一个就是 一个是好的教育 然后呢 满十六岁 没有说那个代父母 比那个领洗的人的年龄大 可以比他小 因为有一些人说 可不可以他可以当我的代母 因为他比我年轻 什么可以当代母 没有这样的规定 没有说我领洗的人 比那个代父母的年龄比较少 我的代母应该比较大 没有这样 当然应该是天主教 因为有一次 一两次有问我 可不可以基督教 如果他是基督教呢 他陪伴我的天主教的信仰 怎么可能是证人 witness 但是不是代母 然后呢 没有得到一个惩罚 这是很少 当然 代父母 所以不是真正的父母 ok 还有人也问这样 可以 我的爸爸 我的妈妈就可以了吧 不是 应该是代父母 选另外一个人 ok 这样 属于非天主教会 与过喜的人 可以与另一位天主教代父 一起作为洗礼的证人 ok 这是证人 不是代父 灵系的登记 施行洗礼的人要设法 除非有代父在场 否则至少要有一位证人 使洗礼获得证明 ok 这边呢 给你们看 那个生洗 那个基督的记录部 就是在这边 这个灵系的登记部 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将来我们看一个婚姻生事 为什么婚姻生事呢 我们第一个requirement的文件呢 那时候神父我要结婚 ok 可不可以通知你的灵系的教堂 给我们新的灵系的证明书 我需要新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本堂才打开 看这边 看一下到底有没有结过婚 因为这边有登记了 我们说婚姻生事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 这个生洗的灵系的登记部 非常重要 全世界都一样 是 不管你去哪一个天主教的地方 就是一样 ok ok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新增的administrative的工作 ok 所以八七七 你们看 洗礼举行地的堂区主任 应立刻于灵系登记 路上详细记载受洗人 施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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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 代父母的姓名 如果有证人 应一并记录 此外 尚应登记洗礼施行地点 日期出生日期和地点 ok 这是很重要 如果你们一般的交友给人灵系 不是神父 就是也通知那个本堂神父 就是拿他的资料 名词等等给其他的资料 现在比较简单的 如果大人 如果你拍照他的 他的身份证 然后寄给那个本堂神父 可以注意 对未婚母亲所生子女 如生母为谁 以公开 或以书面 或在二证人前自动申请登记 这应登记母亲的姓名 如有公开的文件 证明某人为父 或生父本人在堂区主任和两证人前庶名者 亦应登记其父亲的姓名 在其他行情下 只登记受洗人的姓名 不必提及其父亲或父母 ok 所以呢 如果万一 那个没有结婚的女孩子 他的孩子领袭 婴儿领袭 如果不知道 不想写那个爸爸的名字 也没关系 但是如果很清楚知道 要写 养子女要怎么办 对养子女 则应登记养父母的姓名 至少应按该地民法惯例 寻上述一二项的规定 并参照主教团所定法规 登记生父母的姓名 ok 所以养子女 也要登记他的养父母的姓名 有的时候呢 平常养子女 不想讲那个 伤父母的名字 如果不要了 就不要了 ok 比方说 从古而言 平常古而言 有保密的规定 可以登记 就是养父母的姓名就可以了 八七八 如果洗礼并非由唐区主任 或他在场的情形下施行 洗礼施行人 应立即通知洗礼施行地的唐区主任 以便应八七七条一项登记 ok 一样哦 我在台南 在慕悠堂 慕悠堂在后家 有一个晚上八点 突然有人打电话给我 他说 在西梅医院 有人就是很记得状况 所以我给他领洗 然后一个老现象 然后呢 过了几分钟也过世了 所以我看哪一个 西梅医院 水晋的教堂 是哪一个教堂 然后我跟那个教堂 通知他们 我们看那个第二个儒门圣事 那儒门圣事的第二个部分 就是奸将圣事 奸将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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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了 在圣经里面 宋徒大师路第八讲 十二到十七节 然后呢 十九到一到七节 然后呢 西伯来书 第六讲二节 为什么我们需要 要知道这个部分呢 因为我们说呢 所有的圣事 什么时候建立呢 就是我们看那个圣经 所以不是我们法命的 OK 所以我们看那个 宗徒大师路 但当他们信服了那传报天主的国 和耶稣基督名子的菲利伯时 男女就都受洗了 连西满自己也信服了 他受洗以后 常随从菲利伯 他看到所显的奇迹和大能 称奇不止 伯多禄和若望 视察撒玛利亚 当时在耶路撒冷的中途 听说撒玛利亚接受了天主的圣道 便打发伯多禄和若望 往他们那里去 他们两人一到 就为他们祈祷 使他们领受圣神 因为圣神还没有降临在任何人身上 他们只因主耶稣的名受洗过 那时中途便给他们复首 他们就领受了圣神 OK 所以这边我们看到了 那个儒门圣事的时候参加教会 他们开始的时候有领洗 后来他们发现 他们开始的时候第二个行动 就是中途便给他们复首 所以开神的时候领洗 受洗 就是解禁他的灵魂 他变成一个 基督徒一个教友 后来呢 也复首 复首了以后呢 那边写了他们就领受了圣神 所以呢 你应该完成了 所以呢 真正圣事是什么呢 完全的儒门圣事 所以呢 你领洗了以后呢 后来要领真正 完全的儒门圣事 然后呢 完全的吸取圣喜的恩宠 OK 要完成了 然后呢 领受圣神 领受圣神以后呢 就是是完全加入教会的圣神 以前不是分开的 古代的时候 我们的教会 耶稣基督的时代以后 那个十二个门徒 十二个门徒的时代以后呢 大部分的灵洗的人 是证人 就是达人 所以那个时候 灵洗马上复首领见证 三四百年以后呢 那个教会比较稳定的了 我们的教会 三百一十五年以前 就是我们的教会是 底下的 就是被压迫的 被破坏的 但是三百一十五年以后 我们的教会 变成很自由的 所以公开了 后来呢 一次发现 一次发现 比较稳定的了 罗马 变成天主教的王国 在罗马 所以呢 那个时候 以前 灵洗的人是大人 现在呢 越大越多都是小孩子 但是呢 我们说灵洗一定的了 为什么呢 就是 让那个小孩子 加入教会的圣 但是呢 我们说 那个灵见证 不要马上灵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小孩子 什么都没有办法做呢 所以先他得到天主的安全 那种捷径他的颜色就够了 所以呢 古代的时候呢 神习和建讲 像是 是一起做 就是以后呢 慢慢分开的了 因为我们说呢 教会的圣学 跟那个道理 越来越清楚 我们说 如果我领见证 我应该完全加入了 教会的生活 什么意思 我应该有 开始扶持 我的教育的生活 你们领见证以后呢 主要的意思就是 你们开始扶持 你们个人的 教育的生活 以前你们在教会 是小孩子 现在呢 领见证以后 你们开始扶持的 好像在教会面前 你已经是大人 完全的加入 教会的生活 好像类似我们 其他的教会 其他的文化的层面里 所以呢 圣事的功效是什么呢 有什么效果 增加圣化圣虫 是我们与 基督更密切的结合 就是给我一个恩宗 跟天主接近 得到主力圣虫 较量内心和灵感 加成灵壮圣虫 这样的话 为什么需要这样呢 所以我的灵壮 生活跟火曜 隐身永恒的印记 跟灵习一样 灵习有永恒的印记 在我的心里面 我领袭了以后 有一张印章 领尖章也是一样 是永远的 不能改的了 然后呢 得到了 圣神奇恩 我们看一下这个 奇恩是什么 第一个 奇恩就是智慧之身 这是想要天主的事情 所以你有智慧 就是看天主需要什么 有阴光 wisdom 这是学不到 这是天主的恩兆 所以有一些人 可能没有学那么多东西 但是有智慧 第二个就是 条件之身 The gift of counsel 经得我们被邪恶欺骗 帮助我们分清楚坏 更好的 就是有辨别的精神 辨别善恶 所以你们看到了这边 有两条路 这边没有什么 这边有死 所以有 这个很重要呢 辨别的精神 辨别善恶 不要说很帅 很漂亮 都是好人 都是天使 很可怕 OK 下一个呢 就是 The gift of knowledge 明达之身 帮助我们找到 按照天主的旨意 helps us discover God's will 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 我们做很多东西 但是希望呢 我们可以按照天主的旨意 因为我们按照天主的旨意的时候呢 我们比较开心 我们比较有平安 OK 后来呢 The gift of understanding 宗明之身 帮助我们了解 信的的奥基 其实不是完全了解 是多多少少 这是我 我懂 可以接受 懂 因为比较说 相当节 是一个奥基 对不对 我们的天主 从天国 讲下来 变成 就是 就是人 这是一个奥基 所以呢 宗明之身 The gift of understanding 就是可以接受 有一个圣人 他说 你先信 再可以了解 如果你有信的 天主要补 一个恩宠 你可以慢慢接受 慢慢了解这件事 因为信的跟 就是你也有依赖 有信任的 信态 不是有气绝的 如果你还是气绝 不行 没有 没办法 下一个呢 就是 Fortitude The gift of fortitude 有的时候才英文说 The gift of courage 刚义之身 勇敢的心 给我们勇敢的心 有的时候我们说 这个恩宠是非常重要 很勇敢去做天主的 圣之意 天主的意思 因为我们说 很多有好意 很多人有好意 但是做不到 为什么呢 他们很怕 不是怕 有恐惧的怕 不是有怕 就是怕丢脸 怕被欺负 怕被排斥 有这样的怕 所以叫做 刚义之身 The gift of courage 其实真的呢 他们说 寻导圣人 很多寻导圣人 天主给他们 讲得特别的恩宠 在生命 在面对的 生命的危险 他们还可以当 那个信仰的证人 他们不怕 Thomas Moore 那个 十二世纪 十三世纪的 寻导圣人 英国的寻导圣人 他说 其实我们都不需要 听那么多道理 因为我们人呢 听了 懂了很多道理 但是我们说不到 为什么呢 这个没有 就是我们很怕 后来呢 下一个 小爱之身 Gift of piety 就是爱和服从天赋 当然我们的爱 对天主 但是这个爱呢 也对别人表达 所以我的爱 别人看到了 所以 虽然我服从 跟爱 天主 但是呢 这个心动 也在别人的身上 可以看到 OK 最后呢 就是 Fear of the Lord 今为天主之身 在英文 Fear of the Lord 好像怕天主 但是没有这样的意思 真正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非常爱一个人 你怕让他难过 有这样的怕 比如说 我怕看到我的妈妈哭 所以我不会做坏事 因为我看到了我的妈妈哭的时候 我真的很难 很不舒服 所以有这样的怕 就是害怕罪 怕的罪 天主 OK so fear of the Lord OK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看到了所有的奇恩 就是我们领奸将圣事的时候 我们得到了那个恩成 但是有的时候呢 我们开始看那个圣事的时候 我们有 我们说 ex opera operantis 就是意思就是 天主给我恩宠 但是 到底我的心 有没有打开 是另外一件事 所以有这样的意思呢 天主 每天 给我们 那么多的恩宠 那么多的灵感 但是 到底我们的心 有没有打开 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还是有阻碍 就是进不去 如果我们的心里面 有很多问题 障碍 跟阻碍 就是 Grace builds on nature 意思就是 我们的自然的状况 如果是好的 天主的恩宠 比较容易 进去 但是我自然的状况 是有一点 问题 有一点 有不好 不能说完全 不行 有一些部分 是不好 那个恩宠 很不容易 在我的 进入我的身上 我们可以说 为什么有一些人 好像充满恩宠 有一些人好像没有 但是 好像天主不公平 不是 天主 给每一个人一样的 但是呢 我受不到 天主给我的胜利 是一个问号 可能 就是很多主爱 很多障碍 就是进不去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说 为什么我们教会 不停的安排 跟办一个 很多灵修活动 所以希望呢 就是主爱 跟障碍的 要拿掉 因福吉祯地 圣神之名 阿们 万福玛利亚 与你充满身宠 与你同在 你在父女同手赞颂 你的儿 亲使耶稣 同手赞颂 天主圣母玛利亚 求你现在 我们能重视 为我们这人 祈求天主 阿们 玛利亚 尽教之友 为我本期 彼虎尽神之名 向大家快乐 谢谢神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